大家好,欢迎到程庄收留美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美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我会用三个视频给大家来讲一下这所大学 第一个视频会讲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历史和主要的情况 第二讲一下大家特别关心的排名 而且我认为这所学校是对于我们中国学生来说性价比非常高的学校 第三我来讲一讲在美国大学选校的地区安全这些方面的情况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学校的一个正中心的一个草坪 这边是他的本科的招生办公室 然后我们后边这个楼是校长 他们所在的这个办公楼都在这里 所以这是校园的最中心的地方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一所在美国甚至在世界上非常一流的大学 有各种各样的资质和荣誉 是美国的研究一类大学 是AU的创始大学之一 而且他的排名不论在哪一个排行榜上都是名列前茅的 在今年的新闻周刊 他排名是第九 本科生只有5300人 很多学校的本科生一届都是大概2000人 他这一届大概只是1500人 研究生有25000人 一共是3万名学生 所以这所学校大家就看出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视研究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大学 而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呢曾经是被邀请进入过常兴藤的 但是这个学校董事会呢最后讨论的说我们不要进这个常兴藤了 我们就是要当我们自己 这所学校呢有产生39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学术呢是非常强的 各项的排名也都非常高 比如他医学预科排名全美第二 医学院呢排名全美第三 他的医院是排名全美第四 这个医学院医院这都是非常高的 因为大家知道还有什么哈佛啊斯坦福啊宾大呀 什么纽约大学啊这些医学院都是都是非常强的 那么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呢被认为是在医学领域的最高的学校 他的护理是排名第一 工程排名全美13 这也很厉害的 很少的学校呢是比如医学院也特别强 工程也特别强 比如像坎尼明镜大学啊 加州理工啊 这都是只有工学院没有医学院的 这所学校它是这些都有的 而且呢它的国际关系是非常强 叫SAIS 是在它的华盛顿DC这个校区 它的公共健康是排名全美第一的 可能很多人说起来约翰霍普金斯呢 可能或者是一查呀 说它是一个COVID map学校 COVID map是什么呢 就是在疫情期间呢 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全面的infographic 就是信息地图 很直观的来展示 美国和全球新冠的传播呀 感染呀死亡的这样的人数 而且呢它还是一个公共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地图 就是说这个地区这个郡还有多少病床 而且这个项目呢 当时的创始人负责人呢 是一个华裔的一个孩子 非常不错的 也得到很多的关注 这个地图呢也在今年的年初吧 正式停止使用了 因为呢疫情已经过去 好那么关于这座学校 它具体的项目啊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来讲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么呢在这个约翰霍普金斯 可以呢有最好的人文教育 也可以有非常好的医疗健康 生命科学的教育 也有很好的工程 也有很好的国际关系 这方面的专业 这是一个世界上最一流大学 大家呢在申请本科硕士博士 都可以考虑这所大学 好那约翰霍普金斯的简介 我就说到这儿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校园呢 非常的漂亮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还不错 可以呢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的同学朋友 室友和家人 可能你的一次转发 就能够改变他们的留学前程 好的我是长老师 咱们下次再见